歡迎大家再次收睇 尋找Online的故事 上集說到Online meeting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的東西 例如燈光 聲音 甚或是你的衣著問題 除了這些要留意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要留意的呢 平時大家都會用手提電話多 用手機去開Online meeting 其實固自然是方便 只要你下載了一些應用程式 我們的Mobile App下載了下去 Join In就可以隨時做到Online meeting的效果 不過我相信大家都有以上的經歷 第一就是你拿著手拿到很累 第二有些功能是沒有了 第三是你看到畫面 跟別人在電腦開的畫面是不一樣的 怎樣可以解決它呢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用一部電腦 其實一部電腦去開一個Online meeting 是非常非常之方便的 第一它有一個固定的支架 鏡頭對著你設定了 看著鏡頭 你不需要拿著 慢慢度左度右 都未度得對的鏡頭之外 你還有手震的效果 第二你是用了電腦版的話 你有大量的設定可以給你做 包括虛擬化的背景 包括一些美顏的功能 甚至乎聲音 咪你都可以做一些調教 同一時間一個大的畫面 可以見到跟你一起參與會議的朋友之餘 你想要一個更加穩定更加暢順的網絡 請你留意以下幾樣東西 第一 你家裏面是否平時看開閒事的影片呢 第二 是否有人在玩你最愛的Online game呢 這兩樣東西基本都會影響了你的穩定性 想專心一意去做你的Online meeting的話 請你防止你閒事的影片 以及你最愛的遊戲 專心一意開完會 就去玩遊戲 當大家看完這兩集的節目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對Online meeting 已經有一定的技巧 如果你再有更多的問題 歡迎你來問我 最後記住留意做麥敬電視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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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在小兩集之後 好 到你 不要再用了 我打算帥氣 那一刻很帥氣 我聽到很帥氣 一聲 為何會脹皮 我這裡